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 我们悄悄地潜入了马克老师的房间 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Hello Mark 这个小火龙是你的吗 这小火龙肯定是我的 你为什么喜欢在背包上挂个小火龙呢 因为这个可以给我加buff 然后是我的幸运物 这里面有什么玄学吗 因为我每次带着他去场馆打比赛 感觉自己特别猛 我懂了 原来是这样 小火龙 火龙 好像一切都要从那场与京东的比赛开始说起 峡谷里 每天 你都有机会跟他擦肩而过 你也许 对他一无所知 不过也许有一天 他会变成你的朋友 或是自己 我们最接近的时候 跟他的距离 只有0.01公分 5.7秒之后 我们爱上了这条火龙 没错 就是从那天开始 小火龙便出现在了Mark身旁 对上了 峡谷里火龙这么给我们面子的原因 终于找到了 接下来 跟随我们镜头来到训练室 一起来问一问 大黄的好运习惯是什么吧 哈啰大黄 训练辛苦了 我想问问 平时在比赛前 你都会做些什么来放松一下呢 唱歌 最近你有什么专属的战歌吗 都挺 最近在听张信哲 张信哲吗 那有没有一首他的歌 你唱完之后 会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信仰 不错 好歌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更两句 不愧是操博好声音 让我们把好听打在公屏上 色彩是组成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宇宙能量 不同的宇宙能量会对人类生活产生不同的影响 杰克你的幸运颜色是什么 蓝色 为什么喜欢蓝色呢 因为个人比较喜欢比较好看 蓝色 现代心理学认为 不同的颜色会对人产生不同的影响 蓝色是天空和海洋的象征 代表着睿智和镇静 喜欢蓝色的人性格上都很镇静自若 而且诚实 很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关系 能够关照周围的人 与人交往 冰冰有礼 冰冰有礼 有没有什么蓝色的影响都让我们看 这玩意都挺蓝的 我那么多遗憾 那么多期待 你知道吗 我是谁 万代 这是什么 马上要开赛了 为什么小天的万代会出现在这里 莫非 这个万代对他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难道 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万代 让我们来直接问问这个物品的所有者小天同学 请问天 这个万代是你的吗 这个万代肯定是我 你比赛的时候 为什么喜欢戴着万代呢 主要是为了保护手腕 然后也可以保暖 这个万代对你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对我来说的特殊意义的话 就是隔一段时间换一个新的 嗯 感觉这是我的幸运物和力量 哦 是吗 那你还有其他补充能量的渠道吗 哦 呃 对不起 打扰了 我是谁 刚刚我们分别收获了幸运物 幸运颜色 幸运歌曲 那么有没有人有幸运数字呢 让我们看看休息室里 有没有什么能让我们获取的情报 诶 K王 你有幸运数字吗 我的幸运数字是9 9 为什么是9呢 因为有一年就打比赛 就取名赖的9吧 就那年打得挺不错的 9S9的时候 感谢选手们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好运秘诀 其实比赛的胜利 更多的是源自于大家自身的努力 那些所谓的小幸运只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快乐小手段 让大家在紧张的比赛之余能够快速的调整心态 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 正所谓越努力越幸运 请把好运套博打在公屏上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不要吝啬你们所中硬币 给我们一个一键三连吧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内容 请在弹幕和评论区里显下你的情愿 下一期 桃月调报的主题 将由你们来决定 再代文局 大黄 最近好像开赛前和晴天老师非常亲密 是不是给了你很多力量 晴天老师 晴天老师就是我的充电宝 他具体怎么样充电的你们 就摸到他的大肚子的话 身体充满了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